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H5实现俄罗斯方块游戏 那这节课呢是我们这一系列的最后一讲 也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 那在这个总结里面的话 我们主要去了解哪些东西呢 第一个是我们学习了什么 第二个呢是实现了什么东西 第三个呢是抛砖引誉了解了什么更多的东西 第四个呢是制线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学习了什么 我们整个课程的话是根据用这个converse 原生的converse来实现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俄罗斯方块的这样一个游戏 那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学习了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呢是converse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操作 第二个呢是我们我们看这代码来 第二个呢是我们怎么呢 一个代码的一个结构和它的一个分类 你看一下我们把整个的一个项目分成了这么多个小文件 然后每个文件里面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一个事情 小的一个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是比较利于维护的 另外的话我们还学习了什么呢 一个音频库的一个使用如何来播放声音 好这个呢是学习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简单的封重的这样一个一个Dome的一个操作库 比较类似JQuery 但是比它弱小的多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实现了什么东西呢 很明显我们能看到的一个实现就是我们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游戏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完整游戏 就是我们所实现的一个东西 这里面呢包含一个开始界面 然后呢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游戏的一个内容 比如说下一方块 然后下落边这个边缘的一个检测 然后游戏中断游戏结束的这样一些控制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所实现的一个东西 这个呢在实现完之后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挑战一下自己写的一个游戏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实现的一个东西 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这节课程的一个主要目的吗 然而并不是啊 在这个课程里面的话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以这个为基础 然后去发散去开发自己所想要的一个游戏 比如说我们这个探吃蛇之类的游戏 都是可以去做的 所以呢这仅仅是一个影子 然后只是让大家了解如何来开发一个完整的一个游戏 好最后的话 希望大家在这一系列的课程中有所收获 那谢谢大家 我们这一系列课程就正式结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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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